下面我们来看一下第三项制度是外交保护 外交保护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国际法上的一个制度 我们在这个前面我们讲管辖权的时候 给大家讲到属人管辖的时候 我记得也提过外交保护是吧 就是说属人管辖既包括加害人国际国队加害人的管辖 也包括受害人国际国队受害人的保护 那么受害人国际国队受害人的保护典型的例子就是啥 外交保护吧 好我下面把外交保护的考点在这细节的一个个说一遍 首先第一个就是外交保护的性质 这里面有这样几点需要大家掌握 第一点就是外交保护体现的是一国的属人管辖 这一定要记住有同一看到保护两个字 说哎老师体现的保护性管辖吧 不对啊 外交保护跟保护性管辖是有根本区别的 外交保护是第二种属人管辖 也就是受害人国际国队受害人的保护 这叫做外交保护 而保护性管辖它管辖的对象却是外国人 外交保护保护的对象是什么 本国人 二者是有本质区别的 这是第一外交保护体现的是一国属人管辖 第二外交保护是在国家之间进行的 也就是说外交保护一旦提起 就不再是谁谁谁跟所在国之间的争端 而变成了什么 两个国家之间的争端了吧 还记得我之前给大家举的那个例子啊 这个中国天津一个商人赵燕到美国经商 如果是这个受到的这个损害啊 是可以归于美国国家行为的 那这个时候如果赵燕用尽了美国所有的救济手段 还不能救济自己的权利的话 那这个时候呢 如果我们国籍国中国对他提起外交保护 这个时候就不再是赵燕跟美国政府之间的争端 而把矛盾升级了变成什么 中国政府和美国政府之间的争端了 这就是外交保护体现的是国家和国家之间的争端啊 是在国家之间进行的 所以大家可以看出来啊 外交保护最后他要么是在国际法院解决 要么呢是通过组建国际仲裁庭来解决的 国家之间的争端 因此我们也把它称为叫国际法争端解决的最后一步 好这是第二点特别要注意的 第三呢是 是否向外国提出外交保护是国家的权利 这点呢其实我们应该把它展开来讲 这点呢其实讲的是什么呢 讲的是外交保护程序的启动 是吧那么还是我刚才给大家举的这个例子啊 如果赵燕把美国所有的救济手段都用尽了 那这个时候呢还不能救济自己的权利 他可以怎么样 申请国际国中国对他提起外交保护 这叫一申请对吧 那么请问大家赵燕申请我们国际国对他提起外交保护 是不是我们国家一定有义务对他提起外交保护啊 不是吧 所以外交保护是一国的权利不是义务吗 如果我们觉得要对他提起外交保护 那就提起 如果我们觉得这事没有他想象的那么严重 那我们就可以拒绝是吧 这就是外交保护体现的是一国的权利而不是义务 这叫一申请提出的 那么第二点呢也可以怎么样 外交保护也可以一直全提出吧 比如说我们中国觉得 哎现在中美关系非常紧张 我们必须通过这件事情正好是一个契机 我们给美国点颜色看看是吧 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一职权提起外交保护吧 那么一旦一职权提起外交保护的时候 需不需要以受害者赵燕请求为前置条件呢 不需要 好 那么第三点我把它整理一下啊 大家听清楚 就是外交保护程序的启动啊 它可以是一申请的也可以是一职权的 如果一申请提起外交保护 国家要不要提起外交保护是国家的权利而不是义务 那么如果一职权提起外交保护的话 无需以受害者请求为前置条件啊 好 那么再下面 外交保护的对象 既包括自然人也包括法人 这个自然人外交保护考过 法人外交保护从来没有考过啊 法人外交保护考到了 大家也不要紧张 你比如说有一法人 国际国是我们中国 在中国登记注册的 然后怎么样呢 到国外去经商了 如果遭到了不法的侵害 比如说非法的被征收了 或者是国有化了 用尽了所在国 所有的救济手段还不行 这个时候呢 法人国际国 我们中国也可以对这个法人提起什么 外交保护 所以如果考到法人外交保护啊 一点都不要紧张 跟自然人外交保护是一模一样的啊 比如说程序的启动啊 性质啊 还有包括待会要讲的这个前提条件 都是一模一样的 好 这是外交保护的对象 不仅包括自然人 也包括什么 法人 好下面我们就来看 外交保护当中 非常重要的一个考点呢 那就是 外交保护的实时条件 那么这个实时条件 一共是三项 这三项 它必须是同时具备的 哪三项呢 第一就是 我们把它总结为叫 实际损害原则 并且这个损害归因于国家 实际损害原则 并且这个损害必须归因于国家 第二呢 叫做国籍继续原则 第三叫 用尽当地救济原则 这三项原则必须同时具备才可以啊 好 我依次来解读一下 第一 实际损害原则 且损害归因于国家 比如我们刚才所讲的 这个赵燕在美国受到的这个损害 它必须是什么呢 实实在在的损害 对吧 你不能说 我虚幻 我感觉 我被侵害了 那不行 必须是实实在在的损害 而且这个损害必须归于什么 归于国家才可以 你不能说我这个损害是跟我朋友打架斗殴过程当中造成的 这绝对不可能引发外交保护啊 必须归于国家才可以 好 这是第一项前提条件 第二项呢 就是国籍继续原则 所谓的国籍继续原则呢 就是指这个人自受害行为发生时起到外交保护完毕 这一段时间必须持续的拥有保护过国籍才可以 假如中间呢 他基于什么婚姻啊 或者是其他的事项 导致这个国籍丧失了 那这个时候呢 国籍就不继续了 国籍国就不可以对他进行外交保护了 这是国籍继续原则啊 那么在国籍继续原则当中 还有一个原则大家要注意的叫国籍实际联系原则 实际联系原则 这是空白点没有考过的 但国籍法院曾经有过经典案例 我在书上的经典案例后面都写了 那个案例呢 我也把它编成了模拟展望题 我马上要给大家讲的 什么是国籍实际联系原则呢 这主要针对的是 如果这个自然人啊 如果有了这个双重国籍或者是多重国籍 对吧 因为他的国籍国对他提起外交保护吗 那这个时候到底是哪个国籍国提起呢 他就要求提起外交保护的这个国家 必须是什么 有实际联系的国籍国才可以啊 在诺特邦姆案当中就有明显的这个体现 我们待会再说 叫实际联系原则 其实就把我们后面到时候要讲的 国籍司法里面的实际联系原则 往这一拎就行了 比如说这个国籍啊 要么是他的国籍国 要么是他的工作中心啊 事业中心啊 家庭中心啊 等等有某种实际联系才可以 好 这是外交保护的第二项前提条件 下面看第三 第三呢 叫用尽当地救济原则 这个原则两次都考到了啊 单纯考外交保护一次是2004年 还一次是2006年 考的都是用尽当地救济原则 那么这个用尽当地救济原则 大家想想 它肯定体现的就是什么 国籍法上的哪一种管辖权呢 叫属地管辖 对吧 所谓的用尽当地救济呢 就是指国籍国对他提起外交保护之前 你必须先把所在国的所有的救济手段都用尽吧 那就是我们刚才讲的这个赵燕 请求国籍国对你提起外交保护之前 你必须把美国所有的救济手段都用尽 有的人说为啥呀 因为是你自己要去美国的吗 你到了当地受到了这个损失 那你必须先找当地嘛 那叫属地优先嘛 所以你看 用尽当地救济原则 是不是体现的国际法上 国家管辖权当中的属地管辖 对吧 而外交保护体现的又是什么 属人管辖 所以当属地管辖和属人管辖相冲突的时候 大家还记得吗 叫属地优越吧 所以你看 外交保护的提起 必须以用尽当地救济为前提条件 所以很显然啊 用尽当地救济原则 就是外交保护的一项前提条件 好 那么外交保护的三项前提条件 我们就说完了 我在这给大家编了一道模拟展望题 就是考到了我刚才所讲的这个实际国籍 实际就是国籍国里面的实际联系原则 还有一道呢 是以前考过的这个真题 我们先来看这道模拟展望题啊 这个诺特的原型啊 就是我刚才讲的经典案例当中的诺特邦姆啊 看 诺特的国籍国为贾国 诺特本人长期在乙国居住并经营事业 但其家庭和事业方面一直与贾国相联系 二战期间贾国战败 诺特为逃避其二战中的敌侨身份 申请了秉国 秉国为二战中立国的国籍 而乙国仍将诺特视为甲国人 将其逮捕并移交乙国当局扣押 同时没收了他在乙国的财产 并做出取消将其登记为秉国国民的行政决定 秉国以外交保护为由 向国际法院提起诉讼 关于本案根据国际法相关原则和规则 下列判断正确的事 这就是一个双重国籍人 是吧 就是说他呢在本来有一个国籍 跟他是有实际联系的 但在二战当中呢 他为了躲避自己敌侨的身份 临时申请加入了一个中立国 这个国籍其实就是在案例当中叫列国 那么加入了一个中立国的国籍 但是这个国籍国跟他没有一丁点的联系 那这个时候提起外交保护了 那只能谁提起呢 肯定是只能是跟他有实际联系的那个国家 才可以提起外交保护 好下面我们来判断一下这个选项 A选项说 甲国和秉国 作为诺特的国籍国 均可以提起外交保护 那就错了 因为秉国没有实际联系 只是他为了躲避自己敌侨的身份 临时加入的 所以A选项在这错了 B 秉国与诺特没有实际联系 所以秉国无权提起外交保护 这就正确了 是吧 必须是实际联系的国际国才可以 所以B正确 C 甲国为诺特的实际国际国 满足一定条件 可以提起外交保护 这就正确了 必须是他的实际国际国 还要满足其他的条件 才可以提起外交保护 C正确 D 甲国可以立即行使外交保护 在考外交保护的时候 大家一看到这个立即行使 这肯定都是错的 为啥 你必须得先用进当地救济的呀 属地优先的嘛 所以他说立即行使 这就不对了 所以D选项在这错了 本题的正确答案选B和C B和C 这是一个空白点 没有考过啊 这个角度也是非常具有可考性的 好 我们下面来看一下 06年的这道真题 甲国公民廖某在乙国 投资一家服装商店 生意兴隆 引起一些从事服装经营的当地商人不满 一日 这些当地商人 煽动纠集一批当地人 涌入廖某商店轰抢物品 廖某向当地警方报案 警察赶到后 并未采取措施控制事态 而是袖手旁观 最终廖某商店被洗劫一空 根据国际法有关规则 下列对此事件的哪些判断是正确的 我们来判断一下 A说 该哄抢行为 可以直接视为以国的国家行为 这太夸张了 你去哄抢就直接视为国家行为了 都要国家承担责任 你想想也不对 哪些是国家行为 还是我之前跟大家说的吗 你把行政法那些往这套一下呀 比如说一个国家机关的行为啊 包括什么立法机关 司法机关 行政机关 是吧 还有什么军队的行为啊 这都是可以归于国家行为的 但这个哄抢行为 直接视为以国国家行为 这显然错了 A错误 B选项 甲国可以立即行使外交保护权 又是这样的选项 这显然也是怎么样 错的 必须得先用尽当地救济的呀 所以B选项 错了 C 以国中央政府有义务调查处理肇事者 并追究当地警察的独知行为 这是在行使属地管辖权 正确 所以C正确 D 廖某应首先诉诸以国行政当局和司法机构 寻求救济 是不是当地救济啊 所以D选项也正确 本题正确答案选C和D 选C和D 都不可及 我以为你在海中的处理股 宻恕 的 我以为你 是